但是後來等我慢慢去了解這預算思維之後 我會發現這個東西根本就是我們的管理學 根本就是我們的教育心理學 那它其實是一套解決問題的方法 它不是專屬科技領域的 可是偏偏我們資訊課都在把它上層 把它變成寫程式 然後後面那一段又沒有引導 所以我今天要告訴各位什麼叫真正的運算思維 這個大概目前全國應該只有我在這樣子講 其他都是講科技領域的 所以今天下午這兩個半小時 你聽過什麼叫運算思維之後 你會有一點跟別人想法就會開始不一樣 因為這堂課這一門課 我講這個運算思維會改變你對科技領域的看法 改變你對運算思維的看法 而且這個運算思維可以用在你的身上 用在你的學生的身上 不管你是哪一個領域 不管你是用在你的工作 用在你教學 用在生活 它都用得到 所以請各位這兩個小時交給我 那這個東西既然這麼重要 那到底有多重要 現在各位老師 我們就以各位老師來講 你們在解決任何問題 都是憑經驗法則 對不對 目前都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今天有一套很有系統的方法 可以讓你教給孩子 以後解決問題就思考這幾個面向 這幾個步驟 你就能夠很有系統的解決這些問題 好 外面有沒有什麼方法 有 的確是有的 很多管理學有講到這些方法 教育心理學其實也 蘊含了這些東西在裡面 但是呢 我們只拿來在教學上面用 管理學只拿來管理公司用 很奇怪的一件事 那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非常 一生裡面非常重要的能力 可是學校不教 學校不教 我們先稍微科普一下 這裡面運算智慧有五個東西 網路上面找不到也不用記 那我今天會把那個 講義跟親日圖會給一槍主任 所以各位不用操作專心聽課就好 五個東西很重要 五個面向 第一個叫系統拆解 抽象化演算法 模式識別資料表示 那如果我們要講的比較白話一點 講人話一點 就是拆系統抓重點 順步重靠工事表示資料 表示資料 這是為了讓各位念起來比較順口 所以我加了括號裡面的東西 現在各位有印象就好 等一下我會一一問各位說你 那你不要覺得很困難 因為這前面是學術名詞 所以我們一剛開始 老師去私訓 那個輔導也去私訓 教授我們都講學術名詞 所以我們覺得腦容量負荷太大 就爆炸了 完全無法接受這樣 好 所以我們就是從右邊 到左邊會比較簡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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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